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大名鼎鼎的丽江古城 这里是很多人的丝和远方 我们现在就是在它的一个北门 等一下从这里进去,看它这里有多美 这大水车它是进入古城的第一个大咖点 在我们来丽江的路上 虽然走的是一些弯弯绕道的山路 但是它那种蓝天白云是特别的美 很大的一座云朵 在丽江古城它能够吸引人的 是不仅它很文艺很美 它确实是一座真真正正的古城 还有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历史名城还是围景区 这至今它的道路还是为那种古老的石板路 这里也是围着茶马古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一个商业街 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这次围着没有城墙的古城 好像它从来都不怕这敌人进攻和占领 在丽江所生活的本地人是为纳西族 在最开始这纳西族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汉性 在明代的鸿骨时期 周安璋令大军开始进攻一些云贵地区 当时这纳西族的吐司非常的失去 就像周安璋称臣 周安璋也是非常的高兴将自己的珠子去掉一撇一横 也就是为墓赐给了纳西族 这至此之后这丽江仍是由纳西族所管理 这就是为丽江墓室 新所存的墓府也就是为当时这纳西族的吐司 他所在的一个地方 在云南它是有两个墓室 权力非常大 我们往往会混淆 一个就是为丽江的墓室 还有一个就是为周安璋时代的工程 墓赢他们的一支四所云南 丽江古城虽然是没有城墙 但是它这里古朴的街道是很悠长 依山傍水 如果你在这里漫步 不经济间 你也许就会迷路 在宋墨原初时 这里开始兴建 到了明清时期 开始达到鼎盛 应有800多年的历史